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嘉义县布袋镇的小确幸海滩 我们可以在这个Google Map上搜寻这个布袋小确幸海滩就可以导航得到 其实相当简单 那这个海滩呢,其实就是从我这边前边左手边一直到右手手指的这个地方 这个长度目测大概100公尺的一个沙滩 那这个沙滩呢,就是有一个很宽阔的一个沙子沙滩组成 那前方呢,就是大家看得到海,就是我们这个海域 前方呢,布满了,无数的,应该是抓那个牡蛎的一个祖宝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一个设施,它这个设置我们可以近一点来看 应该叫棚架呢,还是说是一个祖宝 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常住了一个这个让大家观赏欣赏的一个这个类似祖宝的一个设施 那我们现在靠近一点来看看 可以看得到这些竹子都已经长了,布满了许多水草了 那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沿着这边走一定要特别小心喔 感觉这边都有用一些,类似像铁线 塑胶线把它缠漏起来 千万注意,千万脚不要受伤,来到这边转 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我觉得小洁系海滩是还不错的原因是说 一般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尽情的玩沙子 那基本上,如果要特别注意一下遮阴呢 因为这边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遮阴 可能如果说有一个太阳伞,在这边会比较好 怎么了吗?要我帮你装水吗? 好,现在去帮小朋友装水吧 再这样捞到,这样捞水会不会捞到鱼虾之类的吗?还是我想太多了 你的蛤蟆 好啦,水来了 我们这个小确信海滩,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 就是说,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贝壳 比如说,我手中前面的这个就是 一种应该是牡蛎的贝壳吧 某瓦的贝壳 那当然也有各种颜色的小贝壳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 小确信海滩去采集这种各种颜色,不同颜色的贝壳 有点类似我们在玩这个 动物生友会里面在海滩这边 剪那些贝壳的一个概念 一开始要找完整的贝壳 第二个要看它的颜色有没有好看 好像这个颜色很漂亮 这是今天呢,要带回家的战利品 那么多漂亮的贝壳 另外提醒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海滩有很多贝壳 那来这边的话,最好还是要备一个脱鞋 或者是冲浪专用的鞋子比较安全 千万不要打赤脚 哇,怎么办呢 这个好像 右脚好像被割到这个 刺到一个,被贝壳刺上了 哇,你看 这贝壳 所以来这边玩一定要非常地小心哦 接下来重头戏呢 就是 大家既然来到海滩一定要玩一下水 我现在呢,稍微去这个海滩里面抬抬水看看 感觉这个海浪 不知道是今天来的季节时间的关系哦 这个海浪并不会很大 那应该 对于小朋友或亲子在这边海边玩呢 应该算是,还算不会太危险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试着走进去一下吧 OK 这样子往前走了 现在我距离岸边大概 从我站的位置到岸边大概有 四五公尺 我这样已经往外走到四五公尺 这个水的深度呢 海水的深度呢 大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海水深度大概也还不到膝盖 一个成人的膝盖 那等于说 应该来讲 这样子看 这个小屑西海滩呢 它 只要不要太往前 基本上还蛮适合亲子在那边进去拥有的活动 好,我们赶快把它放回去吧 慢慢走慢慢走 不要慢慢走 它有咬走了吗 不要踩到它 它可以回家了 拜拜 希望它可以回家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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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布袋镇的小确幸 它呢 呃 它算是一个比较适合 亲子活动啊 进行一些比较低强度的 海水活动的一个场所 那假如说家里的小朋友年纪还小啊 想要带他们来轻轻 来拆拆水啊 看看沙滩 体验一下这个海边的风情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里会是一个蛮适合的场所 那另外也特别也我也觉得还蛮适合 就是情侣之间呢 也可以来这边做个约会啊 然后看看海景听听这个海浪的声音 吹吹海风 诸如此类的东西 最后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 记得来这边要自备一些干净的水 那我们再回去前上车的时候才能出行